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也谢谢所有人 我们已经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也谢谢各位所有媒体朋友们的余会 请问东甄的记者 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你呢 我还是好奇大笔现金 我们先我们记者会先上一个承接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东甄要这样搞也没关系 就现场直播嘛 是啊 第一个 是怎么样 先停一下 你说外界质疑大笔现金 第一个外界是谁 第二个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他说存钱这件事情 可是外界会说那个大笔的现金资金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 我再具体讲 第一个外界是谁 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请说明 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啊 外界是谁 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请您说 你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您的问题啊 大家要这样子以后我们麦克风都会控制着 我们今天是相信各位会依照我们的程序进行 那以后如果这样我们不会让大家自己拿麦克风 我们大家要有默契好吗 我们大家相信大家可以发言按照我们的流程 就如果你霸占麦克风然后让我们的程序上面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我们造成的吗 你们一直打断我们的问题啊 你们一直打断我们的问题啊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对啊 那你们一直在调笑记者 祝大家记者 快乐 快乐 大家记者朋友们谢谢 谢谢谢谢 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 但是真的都很辛苦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其实就是凸显了 在侦办的过程当中侦查不公开已经是一个笑柄 然后现在竟然还会有特定的风向带给媒体带给社会大众说 台湾民众党要求侦查不公开 但是又要求检调要把证据拿出来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 我要跟各位说这个就是在滑坡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在恶意带风向侦查不公开跟要求检方依照程序 用证据办案完全没有汉格 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冲突 所以也拜托大家在这么资讯不透明 资讯这么混乱的状态之下 不要用这种拼凑的方式再罗知罪名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也谢谢所有的 我们已经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也谢谢各位所有媒体朋友们的与会 外界会在关心纯大笔现金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说 请问东升的记者 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你呢 外界好奇大笔现金 我们先我们记者会先照这个程序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东升要这样搞也没关系 就现场直播嘛 是啊 第一个 现在是怎么样 先停一下 你说外界质疑大笔现金 第一个外界是谁 第二个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他说存钱这件事情 可是外界都会说那个大笔的现金资金好像不知道怎么买里吧 我再具体讲 第一个外界是谁 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请说明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啊 外界是谁 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请您说明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您的问题啊 好 还有吗 好 好 谢谢 等一下我们要到别检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你还有问题 比方私下 或者没关系 我可能更多 可能要问一下别检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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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没关系 你还有问题 好 还好 好 谢谢 谢谢 如果大家要这样子以后我们麦克风都会控制着 我们今天是相信各位会依照我们的程序进行 那以后如果这样我们不会让大家自己拿麦克风 我们大家要有默契好吗 我们大家相信大家可以发言按照我们的流程 就如果你霸占麦克风 然后让我们的程序上面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我们造成的吗 好 没关系 好 谢谢大家 感谢 好 你要过去给检 今天九一记者节 我还是要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人要问 我们要问怎么会算 记者节快乐 你们一直打断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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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对啊 你们一直在朝向记者 是他的记者 快乐 记者朋友 谢谢 大家最近的时间都辛苦 辛苦了 我相信真的都很辛苦 这时间这个量能都很多 不过还是 我过去也是新闻都会出声 所以我知道 应该是同一的 对 对 可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标准是不是公平 一致对待 以后不管是任何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记者会上面的话 如果你是要这样子对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原则 那如果以后是其他的所有的政治人物的 这场合的话 难道也要这样子吗 不是 我觉得今天这个是一个互相的过程 这是非真的 是你们等 Que宅业的这样子 是吗 好等一下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互相互相幅 不必要 好 谢谢 好 大家先问 大家可以再次问 但是我们有程序上面的 需要处理的问题 还有时间上面 我们进行讨论 对 大哥 我没有要跟你对着看 對啊 那你是講說我們剛剛的程序 程序是什麼 我這樣說好不好 其實剛剛一如問的問題 我們前面有一個問題 沒有答 大家都在工作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因為前面的問題重複性非常之高 那對於他們來說 我覺得這互相理解的立場 講說這個同業問過了 那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也會覺得說 你們怎麼可能會一直問一樣的問題 但我也知道大家的辛苦 因為大家可能有被拍的題 長官的交代 今天一定要做題 反正我都懂 我們過去也是這樣子過來的 我都懂 所以我覺得今天互相尊重 那如果剛剛有任何讓大家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有不舒服的地方 我覺得真的當然辛苦 很抱歉 我一定要還是要跟大家說 九一記者節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也都懂大家的辛苦好不好 但在這個很辛苦的過程當中 接下來還要繼續採訪 等一下也許各位會轉移陣地 到別的地方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互相體諒 互相配合好不好 謝謝大家 大家真的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我們不知道這張互相體諒 謝謝得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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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得快樂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剛剛的問題不是沒有回答 前面幾題都已經有回答了 所謂的大筆的資金 然後存入 或者是說到底是170萬 或者是700萬 我想我剛剛在答題的時候都已經回答了 但是如果說媒體朋友還是要把這種很多透過不同的媒體放話的這些訊息 然後這些訊息我們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我們也明確的說請檢方要具體的說明不能只用一句這個不與證實來含糊帶過 那這麼多的漫天的消息或許媒體朋友可以去問問看報導的這個媒體 他們所謂的有存入大筆的資金大筆的現金 他們的報導來源是什麼 因為我們無法透過這麼多混亂的錯誤的消息 然後逐一的來回答澄清 但是我要說的是剛剛其實我們在記者會上都已經說明了 謝謝 我們今天這邊到11點半好嗎 11點半 我們來回答